中國氣象專家警告說 雅安5月將頻發暴雨 地震後鬆散的土石可能在暴雨影響下形成泥石流 大陸三區用戶快速增長 根據大陸媒體披露 為因應龐大的移動網路需求 大陸三大電線營運商之一的中國移動 將於8月正式啟動商用TTLTE 一項調查顯示 今年首季香港的食物材料價格 較去年同季增長17% 近幾年香港通貨膨脹問題嚴重 各類消費品價格飆漲 市民抱怨頗多 憂慮收入無法追趕通膨 2013年第一季度中國樓市成長火爆 金融機構新增房地產類貸款7103億元 相當於去年四季度的兩倍 其中個人貸款佔六成 房地產交易相關稅收收入 在樓市回暖之下增幅均在三成以上 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增長 仍然離房地產 金融亞太電視總理報導 無法例外 我們繼續留下